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的一线手机 Nokia都沉浸于大家 有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在2012年旗下的一个新变系统 走向墨楼后 Nokia与这个温暖两个 两大巨头联手合作 推出一次还用这一个 Windows系统的这个 Lumia系的手机 好可惜的是 两大巨头的合作 并没有带来美好的结果 在2014年年中 Nokia选择出售旗下的 这个设备部门给这个温暖 但这并不表示 Nokia放弃了 这一个本身的这个消费者市场 在2016年5月 Nokia选择于这一个芬兰企业 H&P Global合作 以品牌授权的方式 让这个Nokia的这个智能手机 重新回归这个智能手机市场 2017年中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Nokia首批的Android新机 在马来西亚市场上市了 今天Witter Coffee非常有幸 我们已经拿到了 这个Nokia这个手铺 推出了这个旗舰机 Nokia 8已经来到了 Witter Coffee的这个工作室 我们就来让大家打开这个箱子 看看这个Nokia 8 到底有什么真本事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Nokia 8的这个销售火尔设计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Nokia 8 这个手机的外形 大大个印在这个盒子上面 然后这个盒子背面 这个大手拉小手这个画面 是否让你想起了 过往Nokia手机的这个开机画面 这师傅也是这个 H&P Global的这个设计的用意 他们正在向这个消费者 招出这个友谊之手 不知道这一次 大家会不会这个重新考虑 回归这个以Android系统 回归的这个Nokia手机呢 然后翻开这一个盒子的背面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Nokia 8的 这个基本配置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部手机呢 其实是配置的 规格其实相当顶级的 它配置了这个Snapdragon 835处理器 搭配这个4G热门 即64G的一个内置容量 然后呢这一部手机呢 是拥有三颗这个Zeiss optic 也就是这个Zeiss的这个镜头 然后呢它也是全球首部 内置这个Nokia OZO 这个收音音效技术的这一部手机的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Nokia 8的盒子里面 到底尝了些什么 打开这个盒子后呢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就是这个主角 Nokia 8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大家看到这个Nokia 8 这一次我拿到的这个 评测机是Steel Color 也是这个银色 而这一部手机配上这个银色呢 散发出这个浓浓的 这个金属感觉 而Nokia 8这一部手机 手上的感觉就是非常轻 非常薄 然后这个金属材质 也提供非常好的手感 整体的设计可说是相当顶级的 我们再次把这个手机放一旁先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部手机呢 这个销售盒子里面也附送这个SIMTOP PIN 当然找不到的还有这一个说明书 另外还有这一个附送这一次设计 也相当不错看的这一个耳机 我们再看看这个小盒子里面 到底采用的是什么 少不了的当然就有这个英文 这个Nokia标示的这一个快速充电器 然后呢这一次Nokia 8是附送这一个TAC接口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Nokia 8的这个规格 以及这个外形介绍 Nokia 8是采用了这个一体式全金属设计 这一次Nokia呢 可说是把这一个Nokia 8的体积以及重量 更是控制的非常好 手机握在手上的感觉是非常鲜薄的 然后呢这个金属的材质也提供了相当高的质量感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一部手机配置了 这个5.3寸的这个2K分辨率的这个IPS LCD屏幕 那屏幕下方呢也配置了这一个 熔路的指纹识别器的这个实体轰按键 然后轰按键旁边呢 拥有这个返回 以及多更多任务的这个电容式按键 然后屏幕上方呢 也用配置了这个来头可不晓的前置镜头 这一次这个Nokia 8配置了1300万像素 然后ZICE认真的这个前置镜头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屏幕右上侧呢 拥有这个Nokia的这个标志 翻开手机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Nokia 8呢 也配置了这个时下最流行的这一个双色 这一个配置 然后Nokia 8是采用了这一个两颗 两颗1300万像素 由ZICE认真的这一个镜头 这两颗镜头呢 是分别打完这一个色彩 以及黑白双色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个 两颗镜头的下方呢 拥有这一个LCD 以及这个雷光对焦的这一个补助器的 然后在这两这四颗洞的中间呢 我们也看到这一个ZICE Audit 应该也出现了 这一次ZICE可说是和老趴当这个Nokia 再次联手合作了 然后手机背面呢 这一次最执行的地方 当然是这一个这五个字Nokia 大家都看到这一个Nokia 外观和规格树看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想知道更想记得 这个Nokia 8的评测的话 请务必要留锁着一个 威特高费的网站 以及关注我们的这个YouTube channel吧 最后最后要提醒大家是 这一部配有这个ZICE认证 这个双摄像镜头的Nokia 8 目前已经在马来西亚上市了 其官方建议是叫做IM2299 IM2299而已 您就可以拥有一部Android flagship机了 是非常超值的拥有了 请大家务必不要错过这一部Nokia 8吧 我们再次再见 再见 拜拜